上任以来话题不断的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主张恢复死刑 而上个礼拜已经在众议院三读通过 结果竟然有超过十位议员 因为在当天投下了反对票 而遭到提案拔除主席等职位 有人说死刑法案可以是国家的杀人执照 在非国为了制裁毒贩 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 接下来势必会引发不少人权团体的抗议 我们来看华语特派记者李宗宪 从马尼拉带来的第一首报道 菲律宾总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提出临时动议 发出前总统艾洛雅副议长的职位 连同取消其他11名议员的委员会主席身份 原因是上周恢复死刑法案 他们都投下了反对票 这样的处罚遭到反对党批评 菲律宾正在走向威权主义 人群团体在国会外抗议恢复死刑 不顾反对声让 7号中院以216票对54票 三读通过恢复死刑法案 听到这结果人群团体很失望 1986年就废除死刑的菲律宾成为亚洲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 期间短暂恢复 但2006年再次废除死刑 直到特地上台后又走回恢复死刑之路 更 than 70% of death row convicts belong to the lower classes and only 0.8% belong to the upper classes you know it's because the poor cannot hire you know defense counsel yes who are really good no why kasi lahat naman bagay may check seconds di ba pwede rin silang magbago I always agree that life should always be preserved so I believe that it's always it's everyone's right to live if the justice system is imperfect you can't really impose capital punishment because well the convicts may or may not be guilty do you agree with that person why so so some people支持死刑 but the news in the Marila 察到大部分的人还是对死刑说不 面对反对声浪 众议院也做出退让 死刑将只针对毒品相关的罪行实施 不过人权团体担心的还有司法误判或审判不公的情形 常年反对死刑的菲律宾天主教会 更形容死刑法案如同国家的杀人执照 菲律宾天主教强烈反对死刑 甚至有主教出面 呼吁年轻人到社群媒体上表达反死刑的立场 到底菲律宾会不会恢复死刑 就看参议院的表决如何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李宗宪 在马尼拉的采访报道